Adobe Illustrator HELLO 我是薛林六 常用的向量軟體 Adobe Illustrator 已經更新了一個新功能 真的AI變成AI了耶 在做圖還有設計上 會節省非常多時間 因為它可以自動幫你生成 顏色不過目前這個新功能 只有更新在英文版本 如果像我們一樣使用中文的話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目前這邊釋出的新的版本 下面就有寫到 它有更新包含全新的生成AI功能 但是僅限英文 因為我是使用中文版本的 更新完畢的確是沒有這個功能 不過我之後還是非常的期待喔 那雖然中文版本是沒有支援的 不過既然有新版本要更新的話 那我一樣還是會進行更新的 現在來到這個網頁呢 是國外的版本 Generative 那關於這個自動生成顏色呢 現在還是個Beta版本 那下面可以看到簡單的圖裡 你可以搜尋你想要的風格 它就會自動幫你生成顏色喔 這樣子呢可以節省很多你配色的時間 不過目前看起來應該是說 你原本就必須要有一張你設計好的圖片 你才可以利用這功能來生成其他顏色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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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回到软体本身 颜色生成呢 它会放置在编辑色彩里 可是我现在编辑色彩里面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我上网呢 有搜寻到英文版本的 可以看到是在编辑里面 编辑颜色 它会出现这个beta版本 那关于AI新释出的这个更新档 我个人是还蛮兴奋的 很期待之后在中文版本 也可以使用到这功能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朋友还喜欢版面 分享出去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